提早视线无常 像阿难这样的 天天在佛陀身边的 却不把佛法震入了 所以佛陀一入涅槃 有很多人就这样 震得阿罗汉乃至发菩提心 佛陀是一种善巧方便 所以包括佛陀所讲的 他过去世 乃是他度众生的方法 要把佛陀的身口意 经历论都一直拿来思维 那这个叫十亿贝功德 如果能够这样依教奉行 是最好 然后以八广灾界的 这样子的精神 我们来广修功德 愿所有往生排位 化慧内外 孤魂有情 受苦有情 得药师佛超度 离苦得乐 恩阿乎 太殊胜了 这是我们大家的好的因缘 他们修仪轨就是说 什么叫修仪轨 现在上师通通变成药师佛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很认真 这是藏传佛教 修行的方法 用观修的方法 去回向给众生 那我们汉人呢 是用实际行为的方法 去利益众生 这两个都重要不能偏一遍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去老人院 那你一定要观修仪轨 今天我是药师佛 然后以这个 生口意 用实际的行为去帮助他们 这样就好了 那没问题了 不然的话 那藏传佛教仪轨很多 虽然观修得很好 那实际的行为 他做的不多 那我们实际的行为 做很多 菩萨却带着烦恼去 回来还抱怨 又每个人要死 所以因为彼此何不来 彼此嘀嘀咕咕 这样就也不圆满 所以我想我们有机会 三秤共修 以出离心做基础 以人天福报做根本 这是基本的 以这个人天福报做根本 升起出离心 大家来修大乘佛教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佛菩萨没有面子可言 你被用什么红色 抖重心 你就视线什么样子 所以佛陀经常把自己 变成最庄严 又把自己变成妓女 然后两个演戏再给对方看 佛陀可以一次变一万个佛陀 就像周历盘陀 一个最笨的比丘 正的阿罗汉 他可以把身体变一万个 没有人认识哪一个是真的 坐立叛徒 你看多厉害 一个最笨的阿罗汉 就可以如此了 何况佛陀 所以各位要不要赶快成佛 记住这个 一切努力为了成佛 这个目标如果离开 就不是大乘佛教 你就会停在世间的苏干扬 成就非成就 你就输了 为什么你这样讲我 我也没错 那你就输了 因为你这个小小的事情 你都过不了关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一切为了成佛 一切为了慈悲 要把个人患德患失的心态 放在旁边 所以免得 刚刚师父讲话不太客气 他想一个晚上隔天来报仇 不满 那你怎么修啊 你没办法了 原来 原来你这个爱面子 我只傲慢这么强 一句话就可以让你 七天睡不着觉 含恨而死 一句话 那你看你烦恼有多大 那自己又过不了这个关 自杀的人 大部分都这样 过不了这个关 干弯 你去泼人家流酸 然后再泼流酸 泼自己 结果自己又没死 你看多痛苦 但是那种一念的烦恼 就会铸成罪 有没有办法还悔的事情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反应要快 什么叫反应 反应要快是回归佛性 那大声 反应要快不是回归烦恼 你怎么会跟我这样 你怎么会跟我说 就像一个女人一样 她很敏感了 她这个男朋友讲一句话 好像他就睡不着觉 你看 该敏感的是对佛陀 因为我们现在归佛了 所以八观哉戒 就让我们抓住这一点 所以那只要老实的去持戒 就可以圆满 那菩提心以空性做基础 以不离大悲做根本 那你要符合这两个 那才成为愿成菩提的资粮 那各位每一尊佛 你只要看到他的形象 听到他的名字 你都要去了解他 法门无量是愿学 每一尊佛 有度众生的视线 善巧方便 因缘 所以每一尊佛 怎么样帮助众生 特别本师释迦牟尼佛 把完整的成佛过程 视线给我们看 三大阿僧奇节的苦行 六度的圆满 百节修相好 乃至成佛以后 怎么样的 在人间四十九年 善巧方便 乃至呢 视线进入零三净土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各位要去研究 像我很喜欢研究 佛陀从入涅槃 又开始视线什么 一入涅槃八年 马上视线成 莲花生大事 在二十四年 视线成极洗金刚 再来就以肉身 各种形象 在人间 在六道 不断地在视线 包括天台智者大师 各位认识的 所以 很多大善之士 都是佛陀的视线 包括玄奘法师 包括技工佛佛 所以这些 老实说 我们大家都对他们 耳熟伦详 这个都是佛陀的化线 包括观光 观光是佛陀的化身 化出来的 来人间 普度众生 等等 所以 那当然各位可以去 思维研究 然后 原来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真是时时刻刻 都在我们身边 那不可能说 观音菩萨你去 佛陀我不去 没有了 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化线的 比释迦牟尼佛还多 为什么 我们念阿弥陀佛 百千万 法身 报身 化身 各种形象 显现 所以念念阿弥陀佛 弥陀佛 弥陀 实时事件 那我想 这个不能用量来比 它就叫入法界 就是 就像没有一个空间 在这个地球 没有一个空间 没空气 就这个意思 没有一个空间 没轨道 所以每一个空间 都有佛 一个维系的 一维尘 一小灰尘里面 都有无量的佛的世界 在里面 你不能用人间的想法来看 这个重量五公斤 这个重量十公斤 请问这个讲 重量五公斤 十公斤 这个是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那叫地心引力 不是它有重量 地心引力 那如果你到月球 你就不能称几公斤了 因为没有地心引力 所以就一个讲法 太阳从东边起来 西边下去 这讲法对不对 你会被笑死 人家太阳没动 是你地球在动 你还说我动 但是以前人的想法 就是认为这样 太阳起来 不是啦 你沉下去了 佛法就是说 如果你学了佛法 你会用这样正确的眼光 去看世界 原来不是你骂我 是我骂你的回想 你了解吗 今天你骂我 你称赞我 对我好 那个都是一个回想 一个反作用而已而已 再来 这个回想里面 没有你也没有我 各位还要思维 三轮提空 不然你会气死 不然你会执着 那你必须用佛法的思想 去看这个世界 这个很难哦 很难哦 有些菩萨在念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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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女儿 爬上去 就念不下去了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因为他已经忘了 因为他一执着 那就先把佛经放下 再说了 所以 这个情况你要知道 你对佛法有信心 你不用接他电话 他都会好 了解吗 接他电话是放不下 这意思了 就像我出家 我是说 不能接家里电话 什么都不能接 要真断 心里想说 看一下也好 特别看儿子 太太要来看我 我要看儿子 互相看一看 但是你要断 他死了你都断 他死了你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修行 才是对他好 你要真爱他 你就要修行 要修行 才是争吵度父母 看起来 离开父母是不孝了 但一直出家 九泉七祖进朝圣 所以各位 为了孝顺父母 为了普渡家人 今天就在这边剃头发 不要回家了 好不好 这叫放下 不可以 我还不够睡 这叫放不下 车弄是一阵 你不够的交代 我跟你说 所以有很多 很多菩萨 他先生死了 叫我帮他超度 我努力超度 他只问我一句话 请问我先生 没有留什么话 我问十几遍 我就不想回答 要我说 我听你老公 阿弥陀佛 念佛 你还要想得到你先生一句说 你好好照顾你自己 那个就是一种执着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 你要问的是 他去净土 OK啦 你自己呢 赶快念吧 净土相见 这样就好了 所以 那我想各位 你要站在佛法 在思维角度 来超越世间的执着 来降服自己 各位你皈依了 受戒了 乃至你素式的姻缘 旁边都有很多护法上神 在守护着 所以就像不动佛 有大象做守护 事实上还有更多 地藏佛菩萨有狗地听做守护 文殊菩萨有狮子做守护 一般的都有龙在做守护 降龙罗汉 降虎罗汉 意思是说 把他降服了 导过来 他们还守护你 帮助你 不然就没办法 普度众生 像各位你要超度 你要超度动物 要有动物的护法 你要超度堕胎胎儿 有堕胎胎儿的护法 你要超度人类 人类的护法 外面的灵魂 鬼魂要进来 护法带着排队 不干扰带队地方 就像土地公 一般人往生 土地公的护法 又会来 然后带着亡魂魂魂 要叫他离开 所以带他去望阿波 带他去超度等等 这些护法善神 我们都要齐请 所以各位要经常 念习 跟诸佛菩萨称赞祈愿 跟众生说法慈悲 养成习惯 就像你年轻 喜欢打电话给你男朋友 说那天跟他在说 你说不算 因为你喜欢 但是我们现在是慈悲 你的思想会更丰富 更慈悲 更维系 一花一草一木 你都会跟他讲话 养成习惯 因为你爱他 各位看到你的狗来了 我就摸他 因为爱他 老实说 现在有个鬼来了 你爱他 他会不会超度 重点就是这些所在 过来啊 快走 你越败越败 我跟你说 过来啊 拥抱他 超度 佛陀讲的方法很简单 慈悲三昧 降一切磨 超度一切 是吧 重点是 你不要跟人家对立 跟人家对立 因为他是鬼 他是磨 更要用慈悲 没有别的方法 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各位 这个叫不恶法 不恶 就不要怕自己受伤害的空性 完全接纳对方的悲心 去接受一切 所以 那这样以后你就觉得 这么简单 佛法 没有困难 不用一旦 以前在道教后 处位 有刀 有剑后 给他磨来找 辛苦扎到叮叮叮叮 给他磨 现在你带了很多配件 不是想磨 如果你想磨 磨还是进来的 因为你有磨心 你才是磨 带着这个配件 是悲心 请到我身上来 这个意思 要年华生大师说 有磨来了 赶快 请磨 嘴巴打开 他要跳进去 让你吃 让你吃 这样磨就被他超度 这个叫密秤 也是佛陀的心态 密序 永恒的慈悲三昧 所以 各位要用 你相信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唯一的武器 你也讲 慈悲是武器 忍辱是力量 空性是精髓 那你就安住在 无我的 接受一切的忍辱 永远对对方 慈悲就好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 有一个菩萨问我说 他有堕胎 好像都没超度 怎么办 晚上还听到 胎儿在哭 我的经验多了 还真的有胎儿在哭 他们都讲给我听 那怎么办呢 我说 这样好了 你每天就观想 很多堕胎胎儿 我是妈妈 我负责来爱你们 太和 了 还是 在